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来救护车将我和年轻女人送到了医院 经过简单的处理 年轻女人的眼睛恢复了正常 同时也知道冤枉我了 对不起先生 我 我没想到 年轻女人一改刚才的火爆 满脸歉意地搓着手 没事 误会解释清楚就好了 我故作无所谓的白白手转移话题道 小姐 你是怎么知道我被混混们堵在胡同里的 我是通过定位找到的 年轻女人自我介绍的 我叫徐之软 身份是繁花生物集团市场部总监 被你拿走的箱子里 装的是我公司研发的新型兰花花种 为了以防万一 特地在箱中放了定位装置 这些花种很重要吗 我不由得感到好奇 若是箱中放了金银财宝 安置定位装置倒是有可能 为了一箱子花种放定位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林先生 这可不是普通的花种 是我们集团耗时数年 研发的超级花种 许之软如数家珍地说道 这种花种 具有抗肝汗 抗病害 高效生长的能力 说着 许之软就开始给我 科普起花种的厉害之处 这种花种呢 被繁花生物集团命名为 兰花一号 属于领先同时代产品的 高科技产物 为了普及兰花一号 许之软亲自来县城 进行推销和市场考察 第一批产品销售一工之后 许之软打电话让集团下属 带着花种乘坐火车赶往县城 后来呢 就发生了这种乌龙事件 原来如此啊 我点点头 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 如果兰花一号 真的有如许之软说的那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问题 许之软爽快地答应了 和我互换了联系方式 爹 我在这儿呢 镇中心客运站 我幸好采烈地冲我爹回手 片刻之后 一辆浓用拖拉机听到我的身旁 你小子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娘一大早就起来忙活 你小子算是有口福了 结果我手里的皮箱放到后头 我爹嘴里一边报应我回来晚了 一边启动三轮拖拉机 路上出了点事 我简单地解释了火车上的事情 听了我爹连连点头 好小子 你真有种 像是我的王 我爹一脸开心地说道 一个小时后 拖拉机开进大王村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如诗的花卷 各处人家吹烟鸟鸟鸟 鸡鸭鹅狗散落在村中觅食 空气中 散落着一种情人心脾的情心 距离家门还有几年 我飞速地跳下拖拉机 开心地冲进院子和我娘许话 坐了一天车 饿坏了吧 饭菜啊 娘已经做好了 来 进屋吃饭吧 我娘偷偷抹了一把眼泪 娘你别哭啊 我以后有空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等有了钱了 就把你和我爹还有爷爷 一块去到城里生活 说到这里 我突然发现没看到爷爷的身影 不解地问道 娘 爷爷呢 我爹茶话道 爷爷有个老朋友去世了 他去帮着料理 过几天就回来 吃饭的时候我思索再三 放下筷子说道 爹娘 我刚才看村子外面 好多田里都荒了 这是咋回事啊 哎 我爹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咱村 壮劳力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 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又没力气伺候庄家 不慌才怪呢 都是破路闹的 我点点头说道 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 种出的东西很难运出去啊 可不是嘛 我娘放下筷子 惆怅地说道 昨天呀 我和你爹还在商量 今年承包几亩地 弄个大棚 种些市场价格高的大蒜 九黄 爹娘 既然这个种菜种粮没出路 咱不如换个字吧 种花怎么样 种花 我爹和我娘对视一眼 不解地看着我 随即我爹问道 农村人只懂种菜种粮 养花可都是门外汉 爹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照搬许直婉的话 讲起了种花的好处 现在城里生活富裕了 对于观赏性花卉的需求极大 特别是兰花 价格更是被炒到了上天了 幼珠兰花成品价能卖到一至二十 那成品兰花价格就直接翻了一番了 除了观赏价值 兰花还有药用性 许直婉跟我保证了 只要我家能种出品项良好的兰花 繁花集团会以高价收购的 见爹娘有些心动 我决定趁热打铁 劝说爹娘种植兰花 毕竟只有家里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了 我才能安心从事法医这个职业 孩子 我和你娘明白你的心意 不过这件事不是小事 还是让我们考虑考虑吧 我爹沉默晚上看来还是拿不定主意 我明白二老的顾虑 打算趁着这几天休假 好好开导开导他们 争取在回下江之前 把这件事给定下来 次日天明 我被一阵鸟叫声吵醒了 伸着懒腰从床上起来 我走到窗前打开窗户 一阵清新舒爽的微风迎面吹来 早饭过后 我爹开着拖拉机去镇上办事 隔壁王婶家最近要嫁姑娘 我娘赶过去帮忙 我想着去看看村里适合种花的荒地 朝着村后山走去 小林子 城里工作怎么样啊 回来早不去我家坐坐 是不是忘了你留书啊 林哥 城里有什么好玩的 乡亲们看到我回来了 纷纷热情地打着招呼 见状我值得停下脚步 随意聊上几句 大王村一共有一百多户人家 六百多村民 我是唯一考上大学的 是第一个吃公家饭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要是有任何失礼的举动 都会被乡亲们当成眼高于鼎 想当初 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村里热闹得跟过年一样 套用一句流行语 那就叫边炮齐鸣 锣鼓喧天 我边走边聊 花了半个小时才来到后山 后山脚下散落着大量的责任田 可惜大部分田地都生了荒草了 远处的山上植被茂盛 远远看去呢 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个季节山中百花盛开 野菜野果生长得好时候 想到山上的野果跟野菜 我不禁留下了口水 村里虽然穷 但自然资源是没得说的 别的村种地 需要做灌溉渠 搭水口子 大王村却不需要 山下就有一条河 因为是刚下过雨的关系 几只田鸡出现在小河边 一个如成年人拳头大小的田鸡 鼓着两塞呱呱叫着 傻乎乎地看着我 小时候 我可没少和小伙伴抓田鸡打牙剂 那个味道可真美呀 那现在可不行了 随意捕捉田鸡可是违法的 想到犯法 我又有些挂念对立的案件了 也不知道陈可欣他们 有没有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如果遇到难提马如龙这小子 肯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还是安心休假吧 自我安慰了几句 我随手捡了几个小石子 对着田鸡所在的位置丢去 田鸡迅速地跳开 像是生气一般 对我大叫不止 休息了一会儿 我顺着河边走了一圈 找了几块荒废不久的田鸡 准备在这里建大棚 随即 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准备发同学群和警队的群里 算了 他们正忙着破案 还是别发了 这个纯天然的生态环境 我猜想马如龙他们 在城里是永远看不到的 见时间快到中午了 我开始下山回家 走到村口 几个小朋友围在一棵果树下面 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爬树摘果子 胖嘟 你先下来我帮你摘 我笑着走过去 把小胖嘟抱下来 摘下几颗果子分给孩子们吃 村里每家都种有果树 也不图卖什么钱 就是当个零食吃 不好吃 小胖嘟咬了一口果子 一口吐在地上 太酸了 把我的牙都酸掉了 其他几个小孩子呢 也是如此 纷纷丢下手里的果子 一个扎着羊脚辫的小姑娘 认真地说 胖嘟 我娘说 果子还没熟 不能吃 我苦笑着摇头 这孩子就是孩子 果子还都是青色的呢 当然会酸了 院内我爹已经回来了 正在擦着三轮车呢 我娘从厨房里出来喊道 孩子 你去把桌子搬出来 洗手准备吃饭 我知道了 我正要进屋搬桌子 我爹拍了拍身上的灰 将我叫到了一边 这个你拿着 我爹从兜里掏出两摞钱 逼到了我手里 爹 这钱是 看到手里的两万块 我有点愣住了 两万块放在城里 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 却是他们一年 甚至两年的全部收入 这是咱家村的死期存款 正好昨天到日子了 我今天去镇上金融社 取出来了 说完我爹拍了一下 我的肩膀 感慨地说道 我昨晚想了一夜 你上过大学 见过市民 考虑事情肯定比我们 这些村里人全面 别的爹也不说了 种花就种花吧 你拿着这些钱 买种花需要的材料和工具 你走以后啊 我和你娘就开始弄 没问题 我兴奋地说道 爹 我这就去镇上买材料 眼见我爹这么开明 我的心情非常地好 一旦种花有了收益了 我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 专心干法医的工作 臭小子 我爹慈爱地摇摇头 说道 吃饭去吧 好 吃完饭我再去 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我爹娘对我的支持 这种发自内心的关爱 也只有父母才能做到了 我爹能这么快同意 我娘肯定没少帮忙说喝 二老都是普通的农民 只会摆弄徒弟 搞不懂养花怎么能赚钱 却肯无条件地听我的 吃完饭 我匆匆赶去孙长家里 跟着商量 跟着商量包地盖打棚的事情 听完我的来意 孙长刘志祥抽了两口烟袋笑道 孩子 你可别和叔开玩笑了 咱们大王村 祖祖辈辈都是种地谋生 还从来没有人种花呢 刘叔 我没和您开玩笑 我家真的要种花 我料到刘志祥会是这种反应 耐心地说道 这五母荒地的事 您老能不能给批了呀 嫌我神经严肃 刘志祥神经也变得严肃了 弟的事情没问题 但叔还想劝你一句 这件事再想想 别一时冲动 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说 我已经考虑好了 包地的钱都拿来了 说吧我掏出两落钱 放在刘志祥面前 这 刘志祥无奈地说道 好吧 你只要不后悔就行 我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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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够